从歼5的喷气轰鸣到歼20的隐身锋芒 中国空军用70年书写了一部从追赶到引领的史诗 而今 随着六代机歼36与歼50的横空出世 彻底颠覆了现代空战规则 2025年中国十大战斗机最新排名揭晓 让我们一同见证东方巨龙如何以尖端科技制霸未来天空 第十名歼5 喷气时代的破冰者 作为中国首款喷气式战机 歼5仿制苏联米格时期 于1956年服役 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正式迈入喷气时代 尽管仅配备机炮和火箭弹 但它的诞生为中国后续战机研发奠定了基础 至今仍是航空博物馆中活化石般的存在 第九名歼7超音速传奇的全球足迹 基于米格21改进的歼7以超音速性能和低廉成本文明 总产量超过5000架出口至30多个国家 其空中李向阳的称号源于轻巧灵活的设计 曾在中东战场上多次击落西方先进战机 成为冷战时期中国军工出口的名片 第八名歼8高空高速的国土卫士 歼8是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空截击机 最大速度2.2马赫 曾长期承担国土防空重任 其改进型歼8R配备脉冲多普勒雷达 可发射PB-12中距导弹 在21世纪初仍是中国空防体系的核心力量 第七名歼10C三代半战机的巅峰之作 歼10C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和PB-15远程导弹 电子战能力匹敌欧洲台风战机 作为中国第三代半战机的巅峰之作 歼10C在2025年印巴冲突中 以三代机逆袭4.5代机的实战表现震撼全球 创下击落三架阵风一架苏30MKI的5比0战机 展现了中国三代半战机的强悍战力 第六名歼10C-15航母战斗群的空中利刃 作为中国首款舰载机 歼10C-15融合苏33气动布局与歼11B航电系统 12吨载弹量可携带英机83K反舰导弹和PB-12空空导弹 2025年福建舰电磁弹射测试中 歼10C-15成功实现满载起飞 标志着中国航母战力迈入新纪元 第五名歼10C-16D电磁平谱的隐形杀手 专为电子战设计的歼10C-16D 一间搭载巨型电子吊舱 可干扰500公里内雷达信号 2024年台海演习中 歼10C-16D成功瘫痪敌方预警机数据链 为歼20突防开辟通道 被美军评价为东亚上空最危险的电子战平台 第四名歼20D 五代机的终极形态 配备涡扇15发动机的歼20D 首次实现1.8马赫超音速巡航 其量子雷达可穿透F35的隐身涂层 人工智能辽机系统能同时指挥四架攻击11无人机 2025年中美模拟对抗中 歼20B隐身狙杀加无人机诱饵战术 创下0比12的压倒性战绩 第三名歼35隐身舰载机的未来核心 歼35采用超材料隐身蒙皮 雷达反射面积仅为F35C的十分之一 其折叠翼设计适配福建舰电磁弹射器 内置弹舱可携带6枚霹雳15导弹 美军评估认为 歼35与歼15的协同作战将彻底改变西太平洋航母战力平衡 第二名歼50颠覆触规则的6代空优战机 沈飞研制的歼50采用革命性兰姆达机翼设计 一歼可偏转30度实现顺时掉头 搭载二元矢量喷管和智能蒙皮技术 其隐身性能超越F22 测弹舱锯齿状舱门接缝精度达0.01毫米 2024年底试飞测试 歼50以180度翻转机动秒杀双座板歼20s 展现6代机压倒性优势 第一名歼36空天一体战的终极平台 成飞歼36是全球首款三发6代机 配备两台涡扇15和一台冲压发动机 推重比1.01 可实现两马赫超巡与60千米高空突防 其7.6米内置弹舱 可携带8枚射程400公里的霹雳石器导弹 和6枚高超音速武器 还能指挥12架攻击11无人机实施风群打击 美军承认 歼36的3000公里作战半径和一家硬战术 足以瘫痪第二岛链内所有防空体系 战略影响与未来展望 歼36与歼50的双核驱动 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质变 技术代差优势 歼50的智能蒙皮和歼36的磁流体隐身涂层 技术领先F35至少十年 作战体系革新 歼36的无人机风群指挥能力 将塑造为全新的体系对抗 地缘格局重塑 歼50未来部署福建舰后 中国航母战斗群将具备抗衡 美军F35C机群的能力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坦言 歼36的出现 让F35的战术优势窗口期 缩短至五年 而中国生产一代 是非一代 预言一代的研发节奏 更预示着期待机可能已在蓝图之中